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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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呢 网站的架构要清楚的分类 像这个文章的主题包含关键字 或者是这文章的分类很清楚 然后段落很分明 在分段的阻止上去 套用比较大或比较粗的字体 这几个原则就好像在编排一本书 想想看当我们在快速浏览一本书的时候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去了解书籍的大意 是不是会先看书名 然后再看内页的所谓目录 那目录这个大纲呢 都会有比较大的出体字 那这个章节名称啊 就会用比较细的文字 那一个网站的架构呢 就好像一本书的编排 因为这个架构很清晰 搜索引擎呢 就会按照这个架构去抓取 整个网站的内容 第三呢 内部的连接要多 当你的文章有很多篇的时候啊 就是增加内部连接的好机会 例如说 每一个品牌的口红 你都写了一篇文章 总共集门了十篇文章之后 你又写了一篇十大口红品牌比较的文章 这时候呢 提供了A品牌 你就要把A品牌的文字设定超连接 然后连到A品牌的那篇文章 这就是内部连接 当你的内部连接越多 搜索引擎呢 就会认为你的网站资料很详尽 而且啊 访客也因为点击连接 而增加停留在你网站的时间 这对SEO有很大的帮助 那第四个呢 反向连接要多 反向连接呢 指的就是 别人的网站有连接到你的网站 而且呢 是彼此有相关的内容 例如说 你把自己写的文章 拿去流量很大的新闻网站去投稿 一旦被采用之后呢 那文章的下方 都会有一个原作者的网页连接 会连到你的网站 那对搜寻型来说呢 从A站连接到B站 如果这个A站的评分大于B站的话 那对于B站呢 就有加分的效果 所以呢 这类的反向连接越多啊 就对自己的网站SEO有正面的帮助 但是要注意哦 有些人为了投机取巧 就自己在网站上建立了很多免费的部落格 然后呢 自己去互相做连接 这种做法是无效的作弊方法 因为这些网站呢 本身并没有好的内容 当然也不会有好的品质分数 这种方法呢 对自己的网站SEO 并没有加分的效果哦 嗯 还是你写的东西要有内容比较重要 关于SEO的技术还有非常多的细节 不过Google的官方并没有透露 全部的演算法的内容 因为会怕有心人士 会利用这些恶意的程式去钻漏洞 不过上面的这些大原则呢 只要掌握住也就够了 重点呢 就是在于一篇文章的用心程度 内容的价值取决于对访客有没有帮助 一篇好内容 有可能是各家产品的分析评比 或股市投资教学报告 产品的详细开箱文 人际关系的处理 如何保养更漂亮等等 站在观众的角度去思考 你写的文章对他们有没有帮助 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Google的演算法呢 就是在模拟人类的喜好 如果文章写得好 每一个访客在你的网站 都停留很久的时间 搜寻情就会知道咯 有些人很会用标题吸引人点击 但内容又和标题不一致 这样的做法有效吗 肯定没有效啦 因为被骗进去看文章的人 很肯定在停留几秒之后 就马上离开了 Google就会把这篇文章的评分 判得很低 所以要让网站的SEO 长久有效 就一定要花时间 好好的去充实文章的内容 因为Google最讨厌垃圾文章了 部落格有文章分类及搜寻功能 部落格文章没有字数 照片数量 影片都没限制 可永久保存自己数位资产 部落格高排名四大原因 1.网站内容丰富 2.网站架构清楚分类 3.内部连结多 4.反向连结多